刷通勤月票出火車站卻看到眼前這景象 這排隊人潮看了頭好痛 隊伍排超長 因為都在等唯一出口 滿滿都是人 排隊排到要轉彎 仔細看都是學生和上班族 緩慢前進瀰漫一片低氣壓 趕時間的人恐怕真的會遲到 很多的話 如果不長的話 那就是開心 有點太小 當然是希望可以多掙扎 每天上班時間都要上演這種排隊噩夢 仔細看唯一一個出口在這裡 後面排了好多個U型 人潮綿延不絕 至少要等上五分鐘 實在好崩潰 政府推行通勤月票 但硬體設備卻沒有跟上嗎 上下班時間人潮汹湧 但卻只有唯一一個出口 省了通勤費卻省不了時間 趕時間只能自己 趕著急 記得張春華屏東採訪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採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請按讚 請按讚 請按讚